哈喽大家好,我是投资君 首先恭喜你获得了最靠谱的一种RSU 这种RSU不会出现股票VEST之后 却不能卖的尴尬局面 本期我们来看看Double Triggered RSU是什么 不同种类的Double Triggered RSU的风险和好处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看Double Triggered RSU是什么 如果你获得的是Double Triggered RSU 那就说明在你入职时 你的公司还不是上市公司 公司却承诺给你一些公司的股票 作为工资发给你 那么什么时候股票会真的发给你呢 这时就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这也是为什么它叫Double Triggered 第一个条件是公司要求你完成的 比如公司会要求你工作满三年 或者如果你是项目经理或者销售人员 公司会要求你满足某KPI 总之获得RSU的这第一个条件 你要仔细听公司是怎么要求你的 第二个条件是公司需要上市 有些公司发RSU的日期 用的是上市后的第180天 比如Facebook 有些公司发RSU的日期是上市当天 比如Dropbox Lift Pinterest Uber Airbnb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个条件要都满足 股票才能vest 才能完全归你所有 公司上市了 但你还没在公司待满N年 你还是得不到RSU 你在公司待满了N年 但公司还没上市 你也得不到RSU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条件 发RSU的日期用上市当天来算更好 还是上市后180天更好 基本逻辑是Vest那天的价格越低越好 因为当RSU Vest 它将会被当城市收入 在那一年交收入税 比如Facebook 上市当天股价38美元 180天之后 股价为22.92美元 由于Facebook是上市后的第180天算Vest 那么员工需要按照每股22.92美元交税 不是38美元 再看RBNB 上市当天股价68美元 180天之后 股价146.73美元 由于RBNB是上市当天算Vest 那么员工需要按照每股68美元交税 而不是146.73美元 想想如果RBNB是按照上市后的第180天算Vest 员工可是需要按每股146.73美元交税的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在公司上市时以IPO价格获得了原始股 从上市当天到180天内 你将无法卖出你的股票 等180天后才可以买卖 这个叫Lockup Period 限制为90-180天不等 它针对所有IPO股票 很多小伙伴以为股票Vest了 进入自己的账户就可以卖了 然而 如果你是在IPO上市当天获得的RSU 还需要遵守Lockup Period的规则 再等180天才能卖 如果是公司规定上市后的第180天才Vest 它就刚好过了Lockup Period 所以这一种RSU在Vest之后你就可以卖掉 这时有小伙伴会问 从出售日来算 既然都有Lockup Period的规则 股票不能提早卖 那么按照上市当天Vest也没什么好处呀 如果按价钱算 早晚都是要卖股票的 现在Vest时交的少 以后卖的时候不就交的多了吗 君君表示这句话只对了一半 Lockup的确是硬性规定 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卖 但是你要知道RSU有两个情况需要交税 第一个是Vest时 按普通收入交普通收入税 Ownary Income Tax 第二个是卖出时 利润按增值交税 Capital Gains Tax 前者税率高 最高可达37% 后者如果你能等一年后再卖 税率最高才20% 下面是Airbnb的例子 假如上市当天算Vest 按照每股68美元算 然后在200美元卖出 那么每股需要缴税51.56美元 假如按上市后180天算Vest 就是按照每股146.73美元算 200美元卖出时 每股需要缴税64.94美元 因此Vest时价格越低越好 那么如何知道自己的公司是按哪天Vest呢 答案就在你的RSU Agreement里面 里面会很清楚的写着Double Triggered RSU的两个Vest的条件是什么 切记 你需要把两个条件都满足才能Vest 为了讲清楚 君君再讲一个简短的例子 Ben看到RSU Agreement里面的两个条件是 工作满两年和公司上市后的第180天 RSU即可Vest 如果Ben在2025年1月工作满两年 而公司在2024年1月上市 那么Ben的RSU是在哪天Vest呢 答案就是2025年1月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RSU的内容 可以看君君的Playlist 有专门的RSU收藏家哦 关注君君 让你的资产无限变大 本视频由超能力投资君提供 一个立志于覆盖全部在美投资理财的知识网站 从投资 省税 保险 退休 公司 房产 再到传承 理财知识全覆盖 如果你想了解某些投资理财的知识 大几率会在君君的网站找到 如果你未能找到 可以在君君的网站申请免费咨询 会有专业的顾问为你带来一对一指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樒web 顺利导 因此 请说明镜与点点栏目